一人小S的先生徐亚军 他日前收度出庭 就在法官的面前痛哭流涕 要恳求法官解除他的禁管 为了取信法官 他在庭上痛哭 还表示我这么好的人 绝对不会逃离台湾 也不会让七小有个通气犯老公 不过这番话很显然的 并没有打动法官 因为今天台北地方法院还是裁定 要继续限制徐亚军出海出境 而至于徐信祥以及徐寻平夫妇三个人 则是如愿的解除禁管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